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要分享的是 怎样种植羽衣甘蓝 羽衣甘蓝是一种营养丰富,高产, 义重的蔬菜,它非常耐寒, 即使在寒冷的季节里也能茁壮成长。 虽然羽衣甘蓝喜凉耐寒, 但也能经受住夏季的高温, 所以它是一种全年都可以生长及采摘的蔬菜。 有很多不同品种的羽衣甘蓝,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皱叶子的羽衣甘蓝。 市场上卖的也大多是这一种。 另外一种叫恐龙羽衣甘蓝, 可能是因为它的叶子形状长得像恐龙的皮, 由此而得名吧。 这种羽衣甘蓝可以长得很高,很大。 一年中,羽衣甘蓝的最佳种植时间有两次, 一次是春季播种, 在早春最后一次霜冻前三到五周播种, 最好是在室内育苗, 这样小苗生长较快, 四到六周后再移栽下地。 第二次是秋季播种, 时间是在第一次霜冻前六到八周, 也就是夏末秋初时播种。 我建议最好是在育苗核里,育苗, 以避免直接播种在地里, 导致幼苗受到害虫的侵袭。 当培育出来的小苗有两到四片真叶时, 再移栽下地。 种植的间距约为12英寸, 也就是30公分。 种植间距大时, 羽衣甘蓝的叶子会长得比较大。 羽衣甘蓝洗阳光, 在阳光充分的地方生长旺盛, 但也可以在半阴凉的地方生长。 羽衣甘蓝在春秋两季生长得最好。 最佳生长温度55到75华氏度。 冬季可耐受20华氏度, 也就是零下6摄氏度的低温。 在更冷的地区, 如果有简易的暖棚, 羽衣甘蓝冬季也能生长得很好。 渐渐变凉的天气会使秋冬季的羽衣甘蓝味道变得更好, 尤其是经过一次霜冬后。 吃起来又甜又脆, 是味道最好的时候。 羽衣甘蓝喜欢肥沃的土壤。 在幼苗移栽下地时, 或直接播种前, 要给土壤上足底肥。 定苗后, 每四周要追加一次堆肥。 同时要保证充足的水分。 只要叶子长到5-6英寸大小, 就可以开始采摘。 采摘时, 要先从下边开始, 逐渐向上采摘。 可以摘到上边只留4片叶子。 羽衣甘蓝就会继续从生长中心长出更多的叶子。 用这种由下到上分批采摘的方法, 可以保证长期的收获。 过了冬天的羽衣甘蓝, 在春天时会长出很多花苔准备开花。 这时的花苔非常嫩, 可以炒着吃, 非常好吃。 花苔继续长, 就会开花。 黄色的小喇叭形状的花很漂亮。 花卸了就会截子。 有一种绿色的肉虫爱吃这种恐龙羽衣甘蓝。 我去年单独种在盆里的羽衣甘蓝就被这种肉虫残害。 但是在菜床里和葱混种在一起的羽衣甘蓝, 就完好无损。 所以可以用多元化种植的方法来减少病虫害。 另外, 昼叶羽衣甘蓝有时会被牙虫感染。 如生长条件不好时, 缺肥缺水以及较老的植株容易被感染。 所以要早期发现, 把有感染的叶子去掉。 如果感染量大, 可以把叶子全部剪掉。 留下主干, 它仍然可以发出侧枝, 重新长出叶子。 如果比较老的植株, 可以全部拔除。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的种植有帮助,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有更多的种植视频推出。